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要來介紹 天地劫的魂石系統 就是冰刃上面這些可以催火的東西啦 那我們會講到他的獲取方法 解鎖條件 跟培養建議 推薦的屬性 還順便把屬性的那個細節給介紹一下 最後各個職業應該要搭配的魂石 大概是這樣吧 好那我們就開始囉 首先介紹一下他的獲取條件 主要就三個 推進主線 巨髓畫像跟創命之間 創命之間在翼文這邊 通過主線第七幕之後開放 他有分成不同位階的挑戰 然後每一輪挑戰都是需要消耗30點體力 位階越高掉落 極品魂珠的機率就越好 然後每天會刷新不同屬性的創命之間 打過不同屬性的創命之間 可以得到不同屬性的魂石 那我幫你們列一下 周一周四是岩屬性的創命之間 打過之後會掉落 絲煙鬼族 白眼翼魔 優良 跟豬眼魔火的魂珠 周二周五是冰屬性的創命之間 會掉落荒指 鬼面花珠 冰魔蝎 跟妖術師的魂珠 周三周六會掉落 獅魔術師 頭狼 周四兵 還有赤煙鬼的魂珠 周日則會掉落五種魂珠 分別是九環珠賦 凶害兵 剛破鬼 羅鬼 還有冥魁 總共會有17種魂珠 然後無課玩家頭兩次的掉落 會有高額的提升 月卡玩家頭三次的掉落 會有高額的提升 這個獎勵次數 還有關卡的刷新 都是在每日的凌晨5點之後刷新 所以如果有需要什麼特定魂珠的 記好日子 然後記得在那天去打 再來奇遇 有時候也會刷新中那些有掉魂珠的關卡 但是通常掉落的情況都只會掉落兩個 所以並不會比創命之間來的划算 想要拿魂珠的話 還是把體力拿去刷創命之間比較划算 最後下面這個玉鼎裡面 透過聚水畫像的功能也可以獲得魂石 每8點體力可以獲得一個出源 10個這個出源就可以抽取一次 然後每10次 就必定會獲得一個高吸有毒的獸魂石 另外有很多活動也會贈送這個魂珠 每60點魂珠就可以直接合成一個絕品的 獸魂石 然後要把這些魂石給裝上去的話 需要角色催火等級分別到2 15跟30就會開放這三個槽位 催火等級提升的方式就是通過 五內點這個魂的這條線 那我們只需要把角色等級提升到20 並任翠火等級上限就可以提升到30 我們就可以裝備到3個魂珠了 接著來看一下要怎麼培養這個魂珠 首先如果我們絕品 極品魂珠都有磁條一樣的話 肯定是培養絕品的 但如果我們的極品磁條非常好 絕品磁條非常差的話 那應該要培養絕品的還是極品的呢 這邊我們對比一下 同樣是10等的魂珠 養者的氣血差了35 法弓差了21 一個32等只看中法弓的角色 要有法弓加成4%以上 才可以超越完全沒有任何加成的 極品魂珠 但這個差距在這個魂珠 能夠升到15等的時候會越拉越大 所以真的建議 如果是有好磁條的絕品魂珠 才可以用到10等 那不管怎麼樣到了15等的時候 如果同時有絕品跟極品 都建議把它換成極品的魂珠 就算磁條很矮 另外也不需要等到你拿到極品魂珠 再去養這個魂珠 因為這個經驗值是可以繼承的 像我現在1等的魂珠 吃5等的魂珠 就可以直接變成5等 而且魂珠又是眾多裝備加成裡面 加成非常高的一個東西 所以不建議前期省資源 如果有對應的絕品魂珠 就直接把它練上去吧 接下來看一下這些魂石的詞條 左邊到右邊分別是天地劫 天地荒才對 天位主攻擊 他詞條攻擊力加成上限是10% 防禦上限是5% 地位主防禦 詞條攻擊上限加成是5% 防禦上限是10% 荒衛是比較偏向攻擊的 因為他的主屬性是給氣血加物法攻 然後詞條在攻擊類 跟防禦類的上限都是7% 那剛剛說到的攻擊詞條 包括物法攻 物法傷害物法穿透 還有暴擊率跟反擊傷害 防禦詞條則包括物法防 物法免傷 氣血跟暴擊抗性 攻擊類詞條中物法攻 大於物法傷 大於物法穿 大於暴擊率 大於反擊傷害 如果我只是這樣說 你們可能會不服我 那我們就來一點驗算吧 首先是法攻對比法傷 傷害計算的公式 我先幫你們列在這個畫面的左上角 基本上就是攻擊減防禦 然後再乘以傷害加成減免 最後再乘以一些技能天賦的倍率 我已經把公式減化蠻多的 應該沒有很難懂 好 現在我們假設這個boss是1000的法防 然後我們的法攻有2000 有10%法術傷害加成的時候 我們的攻擊減掉他的防禦之後 再乘以這個法術傷害加成 可以打出1100點的傷害 比沒有法術傷害加成的時候 多了100點的傷害 但是假如說我們的加成是給法攻加成的話 我們的2000會直接乘以1.1 不會先減掉他的防禦 那這個時候我們 就會打出1200點的傷害 比原本的1000多200點的傷害 是不是就可以看出法攻比法傷好一點 接著我們來計算法傷對比穿透 boss的屬性一樣是1000法防 我們的屬性一樣是2000法攻 在有10% 穿透加成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無視掉boss的10%法防 代表說他只剩下900法防 我們的法攻減掉他的穿透後的法防 就是1100 計算出來的傷害 會跟我們有法術傷害加成是一樣的 問題是 大部分的小怪 他們的防禦力非常低 你的穿透收益就會低非常多 試想假如說這個boss只有100的法防 那我們這個穿透加成就只有加10點攻擊 所以穿透收益好的地方 就是打那些高防的怪物 再來暴擊率 這遊戲的暴擊傷害固定是1.3倍 而且沒有加爆傷的屬性 然後彗星的轉換是10點彗星轉換成1點暴率 所以疊暴擊率在一般角色而言收益相對比較低 不過有一些刺客他的暴傷比較高 或者有一些技能他疊暴率會有額外的收益的話 那也是可以讓那個角色疊暴率的 但一般角色比較不會推薦去優先疊暴率 然後最後是反擊傷害 因為這個你要被打才會觸發嘛 所以他的收益一樣也不是很高 再來是防禦類 氣血大於物法免傷 再大於物法防禦 最後大於暴擊抗性 一樣我怕有人不服 還是稍微跟你們解釋一下為什麼好了 一樣套用剛剛的公式 假如說我們有2000氣血 boss有1000的法攻 然後我們有10%氣血加成的話 疊氣血可以讓我們剩餘的血量變得比較多 不過這一點在boss傷害更高的時候 你疊傷免的話就可以得到一點反轉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法免或物免疊的是一個屬性 你氣血一疊 你受到物理傷害或者法術傷害的時候 都是用相同的氣血來計算的 這就是為什麼氣血會比物法免傷好 那我們接著再用一模一樣的屬性 然後這次給的加成是法防加成 然後你就會看到 如果只給法防加成 我們受到的傷害會超級多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遊戲裡面 我們的物防法防非常低 疊了這個10%加成之後還是很低 所以疊了物防法防的收益不是很好 然後暴擊收益很低嘛 所以暴擊抗型一樣沒什麼用 好啦經過我一輪精闢的分析 有沒有很了解 為什麼是哪個屬性會比較好 沒有的話也沒關係啊 直接看這張表就行了 奶媽因為治療也是看攻擊的 所以攻擊等於血量等於雙免大於雙防 那我們最後就一個個 職業輸出類型來分 大家要用什麼樣的魂石了 有加物理輸出的總共有5個魂珠 其中裸鬼是最通用的 因為他能夠給我們一些免傷 再來是赤煉鬼 他能夠提高角色對單的爆發力 職業是御風或者雨勢的角色 通常會選裸鬼或者赤煉鬼 再來頭狼的魂石能夠彌補一些移動力 假如說你移動力不足的角色可以裝這個頭狼 優良則是非常適合冰璃這個角色 因為冰璃很長一直能夠行動 荒職則適合砍王 因為砍王很常用到普通攻擊來反擊傷害 所以劍平帶荒職還蠻合適的 法術輸出的通用都用妖術師 釋放技能之後可以減冷卻時間 因為法商用技能比較好 然後如果你想要特化你的傷害就用珠燕魔火 像競技場常常需要一下秒掉敵人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珠燕魔火 白眼液魔跟鬼滅花竹都很看臉 放了之後也不一定可以施加到那個簡易狀態 但是法術輸出有些可以打大範圍攻擊 所以這個可能 也可以給那些願意賭的人去嘗試 那比較少人用的是九環珠腹 因為目前這個毒狀態 效果並沒有到特別好 奶媽通用的就是獅魔術士 可以增加治療效果 如果你的群體治療量夠多的話 也可以考慮名葵 機率給友方上增益狀態 鐵位坦克就用宙石兵 他可以直接給你10%的免傷 然後也可以考慮用兵魔鞋 不過因為兵魔鞋是給法防物防 而且每回合只能觸發一次 所以目前只有在磁條真的比較好的 情況下才會考慮去用兵魔鞋 最後再稍微補充一下 對戰前的意思就是先有效果之後才攻擊 對戰後的意思就是你打完了之後才會有效果 對戰中的意思代表說 我們在攻擊的同時加入了這個效果 最後一個關於魂石的貼心建議 就是拿到了極品魂珠碼 如果你看到下面的磁條很暗 沒關係你先配牙上去吧 因為通常要很久很久很久 才刷到一個真的很好的磁條 比起什麼屬性都沒有 還是先有一點屬性會比較好啊 雖然會花費你一點通錢 好啦那這部影片就先介紹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喜歡千萬不要忘記按讚訂閱留言 然後可以分享給需要知道的朋友 我是達爾 我們下期再見哦 大家拜拜 記得按讚訂閱啊